这项将在今年5月间投票选举各乡镇领村长的金门党政军协调会议 是今天上午在金门县政府会议室举行的 由金门县县长罗汉文主持 会中首先由承办单位报道了有关选务工作的具体做法跟应该协调的事情 接着议会人员也踊跃地提出意见跟建议 最后罗汉长曾经致辞要求各单位的工作人员要和中共地相互配合 来完成这项历史性的光荣任务